謝謝各位記者朋友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我們這是台大風險中心跟互邦金控 還有中原院永續中心合作的一個 今年度的TCFD的一個調查 那這一個調查事實上也是非常感謝 互邦金控在這方面的支持 那我們現在舉中原院永續中心 跟我們風險中心的相關的計畫 今年的一個重點 我先開一個場 去年其實我們已經針對TCFD來做一個調查 那各位知道因為歐盟碳邊境調整 其實C-ban的關係 跟這個美國CCA未來有可能的碳關稅 現在台灣的碳費 還有現在大家在比較忙碌的相關的碳盤查 還有相關最近比較hard的議題 就是碳權交易所這個issue 所以整個台灣其實是引爆在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國際上事實上這個 國際的這個永續準則的委員會 issb現在要整合這個永續會計 susb跟TCFD的架構 來進行這相關方面的氣候 針對相關財務揭露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架構 那我想這個在我們的 剛剛金管會這邊的 綠色金融3.0的這個架構裡邊 綠色金融3.0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剛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我們怎麼樣把讓我們的企業在相關TCFD的發展 能夠在有更精密的更程序性的一個前進 是非常重要 那先跟大家做一個簡單報告 去年我們做了400份的產業界的調查 那TCFD有撰寫TCFD的只有35家 那我們今年擴大到900家的這個產業 包括製造業金融業還有服務業 那現在今年調查出來 結果有129家有進行TCFD的調查 那總體而言來講就是 就像我們新聞稿上面所講的 我們台灣現在的企業 有設定進行目標的不到一成 然後呢依循TCFD架構的不到兩成 然後呢有這個八成的企業 缺乏專業的人力評估 那大部分的企業對於這個企業裡邊 怎麼樣進行有關相關的氣候實體風險 跟轉型風田的人才的培育 跟決策未來的組織的創新 還有相關的製程創新跟策略創新 這個部分都還有非常大的空間要努力 那另外一個重點待會兒我們會細部報告 對於能源轉型企業怎麼看待 那這個也是我們呼應剛剛包括 彤清明教授這邊也特別談到 這個人才的培育這個部分 我們接下來會請郭亞廷博士 來跟我們進行20分鐘的 這個調查的一個簡報 然後我們再開放給現場的記者朋友 或現場的同僚來發問 那我們就請郭博士 蔡副總 蔡董事長 周主任 以及宇慧各賓 大家好 我是風險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郭亞廷 請代表風險中心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繼去年的首發的TCFD調查之後 我們今年第二次擴大的TCFD調查的一個報告結果 我們知道從金融穩定委員會 從2015年開始創立TCFD的工作小組之後 從2017年開始 TCFD的倡議者支持者 加入的累計的加速跟組織是逐年的增長 從我們中心進行的一些產業的一個調查發現 世界來講它是以金融產業為主 台灣則是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主 不同於這個TCFD的支持者 它比較是屬於志願性質 而且沒有強制力 它的一個加入門檻也蠻低的 所以與會的各國我們中心來做了一個調查 發覺從2020年開始 從英國 歐盟 瑞士 一直到美洲的加拿大 美國 巴西 甚至非洲的埃及 以及大洋洲的紐西蘭 再加上亞洲的台灣 香港 新加坡 各國其實都已經看到TCFD的這樣子 對於企業營運的一個影響 從志願性質 我們開始慢慢發現 各國已經開始強制要求 它需要上市貴公司 甚至金融保險業來加入 來揭露這樣子有關TCFD的一個 相關氣候的資訊 因此我們會整剛剛早上的第一個場次 邱副主委他的一個相關的政策 我們發現台灣其實也是行動的蠻早的 在2020年開始就已經有 綠色金融2.0的一個行動方案 到去年的綠售行動方案3.0 從一開始的研擬到最後 要加入一個建立一個 氣候變遷的風險資料庫 從今年開始 銀行保險業 以及台灣的一個業部分的上市貴公司 他們必須要開始在他們的永續報告書 以及年報中揭露這些相關的訊息 因此台大風險中心感謝富邦金控 以及中研院永續科學中心 我們進行了這樣子的一個難能可貴的一個 初級的一個調查 我們總調查費用高達86.5萬 我們委託了專業的一個抽樣的一個公司 來為我們以年營收在台灣 新台幣1億以上的企業為母體 依各產業來進行分層抽樣 其中我們是以製造業為主 那總調查份數是約900份 調查時間在今年的2月跟4月左右 我們所受訪的加速900份裡面的一些基本資料 主要是以傳統高碳排製造業為主 傳統高碳排製造業我們的研究中心團隊 是以根據國際能源總署 它的IEA的一個規定是說高耗能的一些產業 包含只將持有化學非金屬跟金屬製造業 另外依據台灣的產業特殊性 我們又另外歸納出了一個叫做電子高碳排的製造業 以及非高碳排的製造業 那當然我們本研究也有依據的 也有調查部分調查一些金融服務業倉儲 運輸及倉儲不動產跟營介工程的部分 設訪企業中我們由於因為TCFD的一個專業度來說 我們主要是以它的主管為主 佔了六成以上來回答 那員工數來說900份裡面大概是有七成 是所謂的中小企業未滿200人 200人以上大概有29.6% 那集團的企業的話佔了大概快三成左右 27.8% 那上市規則是21.3% 那本調查的一個企業電像 我們主要大眾是以一億以上未滿五億的營收為主 是56.6% 而營收五億 五億以上未滿20億的24.3% 20億以上則為大概兩成19.1% 那我們另外研究的團隊也有開發設計一個問向 如果這些受訪企業你的主要的一個出口 或主要的市場是哪裡 我們區分為台灣市場跟非台灣市場 我們發現受訪的加速 他們的主要市場是以台灣為大眾 大概佔了55.7% 其餘有歐盟國家 美國 日本 東協 中國 跟其他市場 本中心的調查 主要的調查的架構分為三大塊 第一塊我們是分為去詢問這些企業的感知狀況 我們去了解他們有沒有進行TCFD 以及它的動機還有氣候變遷的感知 另外第二塊則是細部的去詢問 當有這些進行TCFD的企業 它在治理面 策略面 風險管理指標和目標上 他們所做的程度如何 我們想要進一步來了解 第三塊則是今天的大會的主題 永續到未來我們想要知道 台灣的企業目前在能源轉型 低碳轉型跟有序發展上面所進展的溫和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感知的部分 感知的部分我們可以從剛剛的周主任的談話中 我們知道去年我們第一次首發是僅有400多份 所以調查出來只有35家的企業有做TCFD 今年間擴大範圍為900份的時候 發展雖然比數有增加 是有125家大概是佔14.3%的企業有進行TCFD 而且從資料中顯示 上市櫃它進行TCFD的企業顯出高於非上市櫃公司 達到40.6% 那我們就進一步詢問這些企業 你為什麼會進行TCFD呢 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如何 發現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政策法規規定有達到52.7% 僅有三層的企業認為是因為是重要的策略 所以他們才進行去推抖 另外剩下700多家的企業 我們進一步詢問說 就算你現在沒有做進行TCFD 那你未來進行的一個意願如何呢 我們進行的一個交叉分析之後發現 上市櫃的公司的意願顯出高於非上市櫃 顯示政策的一個壓力 真的是讓上市櫃公司已經開始動起來了 不過有趣的是 有趣的是我們發現當企業它在進行 如果說它的主要市場是國際市場的時候 它的意願也高於非國際市場 達到34.2% 接著我們就來看這些129家的企業 他們在進行TCFD上面的一個程度為何 我們分開從它的治理面 策略面 風險管理跟指標目標 來進行一步一步的探討 我們設計了幾個題項 是根據TCFD架構的一個部分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是針對幾個問項來跟大家分享 在這裡面的部分 我們發現不同於去年35家 今年129家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企業都已經拉到董事會去進行監督了 換句話說 他們已經有定期來跟董事會開會 來報告說現在目前的企業在進行的一個 氣候相關的一些資訊 我們的其他的題項也顯示 大概也有七成以上的企業 它都已經設置有專責人員 以及還有固定的開會的頻率 另外我們本研究也納入一個新的一個題目 也就是我們詢問這些企業 你是否有將氣候相關的獎勵機制放入你的公司呢 你有沒有建立這樣的機制 例如說節能減碳 例如說有沒有有更實質上的 跟你的員工的KPR這個結合 結果我發現全體的900家僅有12.8% 但是進行TCFD 的企業比較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它的一個比例相對來講 跟沒有進行TCFD 的企業來比是比較高的 有25.6% 不過整體來說 大家要把這樣子的氣候相關的獎勵機制 納入整個氣候的一個組織文化中 還是相對看起來還是低的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策略面的部分 我們發覺受訪的企業 大概有53.5%的企業已經有進行 10年以上的中長期的一個風險的評估 不過仍舊有38%跟 8.5%並沒有進行這樣的評估 另外在評估上面 我們不是只是口頭說我們去評估 而是進一步去詢問 他說好那你評估結果有沒有 對你的財務的一個影響效果 發覺有62%的企業 其實是已經有進行他們的一個量化成果的一個反應 不過也有21.7%的企業 它是只有直化的敘述 還有甚至是不到兩成的企業 它是沒有評估他們的財務衝擊 然後因此我們去看一下 當然我們知道在面臨氣候變遷的時候 企業遭受了這樣子的一個情境的衝擊的時候 不同的升溫情形 它所導致的一個企業的衝擊會不同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詢問說 那你有沒有使用它的情境分析 我們看數據來看 雖然相比於去年來說 它的資料是有增加從三成多變成50.10% 不過還是顯示半數企業 竟然還是沒有能力去能夠解构 這樣子的不同升溫情境 以及對企業財務的一個衝擊的效果 好接著我們來看TCV的風險管理的部分 在風險管理外我們主要是詢問兩個構面 一個是它的一個實體風險有沒有去評估 面臨未來的一個升溫情況 在缺水淹水高溫等等情況裡的評估的項目為何 那甚至我們其中我們拉出一個項目來看 我們去問他說 你評估這些實體風險的時候 你有沒有使用圖資 就如同剛剛邱副主委他所提的 當國家NCDR即使有提供這樣的圖資的時候 我們發現還是屬於少數34.9%的企業 它有使用圖資 另外在轉型風險我們知道 在歐盟的新北跟美國的清淨禁檢法案 也都是即將快要進行跟實施的情況之下 台灣在面臨這樣法規的一個變化 所造成的一個轉型風險 我們發現全體的企業只有1.7% 它才有進行這樣的內部探低價 換句話說只有這麼少的企業 有將他們的一個內部的一個外部成本 所進行的一個碳排放 把它進行內部化的一個作為 那當然我們進行交叉分析的時候 發現有進行TCFD的企業 雖然有較高 但是還是偏少數不到1成7.8% 另外我們來進一步來看最後一個TCFD的構面 我們去盤查了去詢問了這個受訪企業 關於它企業本身 你是不是有揭露相關的一個溫室氣體排放量 以及你有沒有對你的供應鏈 進行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時候 我們發覺前提的企業僅有35%有揭露 雖然有進行TCFD的企業是相對來講比較高 但是你會發覺到這樣的揭露情況 它有沒有取得認證呢 我們可以發現取得ISO14061的認證 其實都是屬於少數只有11.3 即使有進行TCFD的企業來說 它也只有38% 另外很重要的是我們進行的精靈台 這樣子的一個盤查之後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全體的 我們國家可以達到205年的精靈台放的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們發覺我們去問他說 你有沒有精靈台放的目標呢 即使有明確實程還是沒有明確實程 整個加起來來看的時候 全體企業只有19.2%有這樣子的一個精靈目標 那雖然有進行TCFD的來講相對較高 但是也是不到半數 更有趣的是我們再看一下 當企業它進行碳盤查的時候 不是只有範疇一範疇二 它還要甚至到範疇三 也就是要延伸到它的供應鏈 結果竟然是只有10.7%的企業 它有去盤查它的供應鏈 甚至如果你連盤查都沒有 你怎麼可能會去定定它的減量目標呢 因此有進行TCFD的企業 它也是僅有三成多的企業 有進行這樣的溫室氣體盤查 那我們今年的有針對了 金農業有16家的抽樣 我們發覺到金農業它有去提供 它的頭籠支組合溫室氣體排放量 16家裡面也僅有大概不到一半的人 有去揭露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本中心又更注意了 整個台灣的企業抽樣 結果我們在他們的治理面 策略面風險管理跟指標目標 我們分別依據它所做的一個程度 我們進行加權的給分之後 我們發現到整體來說 在策略面跟治理面 雖然是做的比較高 然後風險管理跟指標目標 相對來講是要落後的 然後我們進一步 將剛剛所跟大家報告的是 我們把產業 產業進行了一個分層的時候 我們發現金農業跟傳統高碳排製造業 是不是沒有聲音 金農業跟傳統高碳排製造業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符合的一個TCMD架構分數 是比較高的超過60分以上 不過整體來說 還是偏低的 顯示台灣我們所進行的一個抽樣的一個結果 台灣在進行TCMD架構 仍然是相對來講不足的 最後一塊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全體企業 他們在所謂的能源轉型 低碳轉型跟有序發展的一個結果 好能源轉型部分我們特別是針對再生能源 我們設定的一個題目 就是大家知道台灣的政府希望是在2030年製造部門 能夠有15%的使用再生能源 我們詢問這些製造業的一個業者 然後企業來問說你覺得政策達成可能性嗎 我們發覺蠻有趣的就是大概有四成 四成以上大家覺得不可能達成 可見大家對於這個再生能源的一個使用狀況 其實好像不太樂觀的 那另外我們就是去詢問說 好那你這些企業你有沒有建設再生能源 有沒有綠電憑證 或者是你有沒有去投資其他企業 以及有沒有再生能源目標 我們發覺全體來說的話 有建設再生能源的僅有不到三成 雖然有建設有進行TCFT的企業來講 他因為對於整個氣候風險對營運的衝擊 相對來講其他企業比較了解 所以他採取低碳能源的一個行動 也相對較高有達到45% 另外我們詢問這些企業 進行這些再生能源的時候 你有沒有壓力或者是壓力來源為何 結果很有趣的是 竟然快一半的企業認為它是沒有任何的壓力 僅有三成認為是因為政策法規規範 那台灣目前的政策法規規範是因為有規定 如果企業的用電是超過5000K瓦的時候 你必須要建設10%的一個再生能源的裝置容量 所以顯現政策是我們再生能源的主要的壓力來源 但是過半數的企業並沒有感覺到這樣子 再生能源的一個壓力 好接著我們來看低碳創新裡面 低碳轉型裡面有牽涉到兩塊的部分 一個是企業有沒有進行它的低碳創新 另外一塊是它的人產的一個部分 我們發覺在企業在低碳創新的時候 根據文獻我們去匯整了低碳創新的類型 有包含產品製程組織跟行銷 僅有一成多也就是13.7%的企業 它有任何一種的低碳創新 然而進行TCFD的企業相對來講比例是比較高的是有三成多的企業 不過有趣的是我們去進行的一個營收的一個分的交叉的時候 我們發現如果它企業的營收越高 它越有可能去進行低碳創新 所以我們在推測是不是低碳創新的時候 還更需要資金的支持 當企業的營收越大的時候 還比較有可能去進行這樣子任何一種的一個創新類型 另外在低碳轉型的一個部分 我們知道企業在需求的人才上面它的作為是如何呢 我們就去問說 那你的對於氣候相關人才需求 你是提供它培訓課程呢 還是獎勵它參與課程呢 還是招募相關人才 結果發現金南全體裡面只有三成多是去提供培訓課程 不到兩成的企業是去招募相關的人才 顯現台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氣候相關人才的需求 是傾向用既有的人工去培訓它 而不是招募新的人才 接著我們來看永續發展的一個永續金融部分 絕大多數的企業並沒有被要求提供企業的這些氣候資訊 不過呢我們去問說 那你有沒有意願去提供這樣的企業的氣候相關的資訊呢 其實是有超過將近四成的企業是有意願的 但是金融業是不是會要求企業提供這樣的氣候資訊呢 其實大概是我們調查出來大概是五成它有被要求到而已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去看一下 所受抽樣的16家的金融業 大概有六成多它其實已經有提供永續連結貸款了 但是他們多於提供企業給它更優惠的融資條件 其實是超過一半是願意的 但是有趣的是受訪企業它如果是不是有因為有受過就是表現良好的一個 永續平等的時候得到更優惠的融資條件 其實是少之又少不到一成只有3.8 好總結我們剛剛的結論 從我們的調查中我們發現 企業它進行TCFD的架構顯示如果是上市貴公司 或者它的主要市場是在國際市場的 也就是所謂全球化的企業來講 它比較容易去進行TCFD的一個建議架構 因此我們建議這些企業應該要聯合它的上下游的一個企業 來共同去建立打造這種低碳的一個 低碳的一個產業鏈 而不是單打獨鬥自己走的比較遠 好第二點有進行TCFD的企業它日漸掌握的 我們剛剛有看到我們評分標準之後 發現他們在字裡面跟策略裡面是比較掌握程度比較高的 得分比較高 不過他們對於風險管理跟指標的目標 不管是盤查本身自己的碳盤查 還是他們對他們的供應鏈進行碳盤查 以及他們是不是在解讀這個 正正情境的一個變化之下 他們的圖資等等 我們顯現台灣在這方面的一個人才的一個 是破缺需要的 因為他們在量化的能力是顯現來講是不足的 不管是在圖資還有情境分析上面 另外我們可以發現整體台灣它進行低碳轉型的策略是少的 其實是有進行TCFD的企業 它相對來講是比較會去採取這樣的低碳轉型的策略 不過顯現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建議企業 應該盡早建立這種低碳管理的策略 以免被排除到當國際的一個壓力下來的時候 整個產業類要求的時候 會被排掉在這種低碳的一個供應鏈之外 第四點 台灣目前企業並沒有專業的一個人力 我們其實有詢問企業 它是不是有目前有這種氣候相關的人才 結果發掘高達八成其實是沒有的 就像剛剛的資料顯示 他們是以培訓既有的員工為主 因此我們建議企業應該要加強他們的 起實體風險跟傳靈風險的人才 特別是面對企業的一個 這樣子氣候變遷情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將決策 還有財務跟管理的跨領域的一個人才 做一個結合 最後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當台灣要邁向淨零一個部分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企業並沒有感受到 栽生人員的壓力 顯示台灣的政策的強度是低的 是不是未來的政府的相關單位 應該要來進行來去研理說 到底用電多少的一個程度 然後要建設多少的再生人員 我覺得這是需要各界 來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的 以上是我們的本中心的調查報告 謝謝 謝謝